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在巴黎和大家見面 吳聲吳聲就飛去巴黎 因為我太多Asia Miles就是過期 如果你嘗試預約就會知道 國泰那些總之回香港離開香港 和國泰有關的Asia Miles都是預約不到的 我姐姐發現了 Vegas就有一間British Airway 是去倫敦的 9個小時左右飛 我就在想 那那些Miles如果是Expire 那當然是用了它 BA一預約就預約到了 也不是很容易 但某些日子會有 那我就飛Hetro 然後再來了巴黎 去倫敦幹什麼 沒事做的 那我昨晚到部 就不是住酒店 這次也是住Airbnb 因為始終地方大一點 其實巴黎酒店都挺貴的 前陣的Fashion Week更貴 但現在都不見得便宜多少 還有豆腐潤這麼小的巴黎酒店 那我住在B&B 今天早上已經出去了整頭 都是在Saint-Jean 我真的很喜歡那一區 我之前已經找了一間Salon 他們幫我整頭 暑假當時都是他們弄完 然後就拍照 都弄得很好 那間店是很專業的 我想有些Runway 有些Runway Show 有些Magazine Shooting 都會找那間店 我似乎分享給大家 那間店的發言師 那老闆應該很出名的了 我想 弄完頭 就馬上去了買東西 當然 都有戰利品 首先 這個方法就是這樣的 首先要先去Amaze 因為 如果你想買手袋 走進去就不會給你看的 你首先要登記 我昨天 在Heat Pro機場轉機的時候 就已經登記了 誰知道當然不行了 因為我還沒買東西 所以我今天早就去買東西 不過今天就沒有打算開這個 遲些再給大家看 就買了這個東西 我今早就登記了 說想買手袋 然後 第二 希望明天可以去 或者 如果我真的買到袋 我一次就可以給大家看 反而 然後 其實我住這區 都很近 某一間Amaze 即是在第五區的那間Amaze 然後 再走過一點 已經是Labor Marché 所以我當然買完這東西 就去Labor Marché 逛街 其實主要有三層 第三樓 就是高風格 斯文一點 美女熟女一點的衣服 我今天 只夠時間 夠精力 只看了第三層 差點連全層都行不完 都試了些衣服 其實我又不用急著買的 真的需要用 或者接下來會拍照用 還有肯定肯定要的衣服 我先買 都可以開給大家看 我發覺 在歐洲 在法國買東西 價錢 現在歐羅是很便宜 因為來自打仗 美金升得很厲害 歐羅跌到散了 已經跟美金很接近了 以前多貴 然後你看到那個標價 的八折 因為我現在可以退稅 退稅沒有這樣 都八三四折 再加上歐羅這麼便宜 現在買東西當然很好 不過我當然希望戰士快點停止 歐羅這麼弱勢 其實當然不是這麼好 因為這樣的原因 不過今天呢 其實戰爭都有一些好消息 就是可能會和談 和可能會停止攻擊 不會攻擊得那麼厲害 說是這麼說 不過始終未必說 一下子就可以話停就停 不過wish for the best 我們也有很多渠道可以捐錢 其實我自己呢 就用了比特幣來捐錢 免得去銀行 在比特幣那裏捐 也有很多渠道 我現在在這裏搭Uber 都會有 譬如我去一個地方是八歐 那他就會說 如果你是支援Ukraine 就可能有某些司機 不知道 總之有些車是不同的 就會多給1元 那就支援Ukraine 那我就經常都會搭Uber 在這裏 所以我就不斷按 支持Ukraine 那雖然是1元歐羅 但也是一個心意 那大的錢就用比特幣來捐 那真的 免得被人trace 是吧 對了 那 好了 幫Marché買了兩件 比較summer的衣服 輪流開給大家看 我也不知道哪件 打哪件 暫時是買了兩件 不如開 我也不知道哪件 事辦 先開這件 因為我接下來都會 爭取機會拍照 給自己留影也好 給公司用也好 都還未搭配套衣服 因為其實去年買的衣服 我已經是穿了拍了 即是沒有東西剩 我懶得重複 所以現在來到 當然不會在美國買 又要加稅 來到 就嘗試去配套衣服 即是可能我戴了一條裙子 但沒有頭髮 那就買了這一件 Rick Owen的頭髮 我先走遠一點 那 因為你可能看到 是一堆東西 那它是一件很透薄的 黑色背心 但是呢 就扯住了 這一條東西 這條東西 其實給我拍照 當然是很漂亮 即是你可以 好像 拍那些晚裝的婚紗照 在街上 噴 那 我趁完之後 拍照 再分享給大家看 又或者 其實這條東西 你穿上身就這樣 也可以做頸巾 你喜歡怎樣翹都可以 你喜歡翹到它 你喜歡翹到腰 這樣也可以 其實就有你自己發揮 那 那 但這件東西 就真的很薄 那我裏面 就 都是想著戴個漂亮的 黑色蕾子 bra 那樣 都不用特地打底 是 那 那這件 Rick Owen的東西 就好像 八百多歐 但是你 有些退碎 那現在 我覺得 而且 這條東西 不是Polyester 是100% Silk 所以 你們 就摸到 但是 看到 但是摸不到 其實是 很漂亮的質地 而且 它拍出來 好像有些 漸變色感 但是沒有的 可能是剛好 這一塊 重疊了 就會深色了一點 那我就覺得 哇 這件影照一定沒得輸了 而且還有我的尺寸 就是法國34 即刻買 這樣 是的 那我這條呢 就會拿來 襯一條 都是有少少黑色的 花紋的裙子 打算 不過 我4號才拍照 所以現在呢 都還有時間 看一下怎樣襯是最好的 好了 哎呀 巴黎的天氣呢 就非常之差 我今早 不過今早很幸的 已經有少少太陽 就下雨了 因為本身我打算有些Live 可以在室外做 也可以拍一些街景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現在就變成了室內 還有這幾天都會下雨 其實巴黎上個星期是二十幾度 然後今個星期無緣無故 有一天是說 最高是七度 哇 我心想死了 那變成我都要戴很多衣服過來 就是都戴一些不同類型 哎呀 如果二十多度 我不用戴衣 但是現在我也不敢不戴 我也要戴一件 好了 第二件的開箱 是 已經拆了洋蔥紙了 嗯哼 就是一條Summer的裙 是Stella McCartney 是的 是這樣的 你看到嗎 今年其實它們Runway有一個蘑菇系列 有一條類似的裙 但是這條就不是Runway那條 那條呢 是貴成倍幾的 但是真的是Structure 一些的 自己會站起來的裙 很立體 但是這條呢 就是沒有袖 另外它有一條是少少半袖的 那呢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它的胸的位置做得很漂亮 那我剛才試過 如果戴著裙子 就 是拉不到拉鍊的 除了一個裙子就拉到 那沒有東西的 就貼上乳貼這樣 就可以出街了 但是我想著 就是這些裙子 其實在香港 就很不適合穿的 因為你過馬路 都會有一個男人 這樣看著你的 但是 譬如我接下來的Summer 可能都會去歐洲旅行 或者去日本 這樣 我就會覺得很好 還有 我遲些穿給大家看 哇 這條裙子的顯瘦度 是極之高 哇 直接拍到我的腰 是摘的 好像被它拿著了 是這樣的 還有 它的切割很漂亮 其實它的裙子 都是非常漂亮的 是的 那我又覺得 它又有一些 咪咪咪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 可能下次 下次我們也有機會 可能會做開幕 我又可以穿出來給大家看 那或者這次拍照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穿的 因為 坦白說 你在巴黎拍照 雖然接下來只有十度八度 但是你穿冬天衣 拍照 是不夠漂亮的 除非你當自己是 Fashion Week 那些 那些 Fashion Snapshot 那樣的款 否則 都是見多些皮膚 會漂亮一點的 所以拍照 都是熬冷的 是的 我覺得這件 很漂亮的 真是 其實這些花花裙 就要很小心買 一個不小心 就非常之涼餅 是的 所以譬如 其實 其實 Selvacarney 都不是一些 出那麼花花的裙 的一個品牌 譬如 花花 Simmermann Dress Van Oten 那些 又是不同的花 Simmermann 就真的 那些 一朵朵的鮮花 是的 這個其實就不是花的 這個是蘑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可愛的 是的 我不知道蘑菇是什麼概念 是的 是的 那暫時是買了三樣東西 還有這個 這個就遲些才開給大家看 很聚首的 不是 是因為這樣的 那我為了買個袋 我當然是要買 買一樣其他東西 是不是 那樣東西 又不想它那麼重 要不然我 就只有拿著 難道我買那些 家居那些碟嗎 哈哈 是不是 那所以買一些 比較小的 但是有價值的 那因為如果它看到我買了這件東西呢 它會給我一些好一點的袋子 我選擇 是的 那希望明天可以馬上去 是的 那好了 那講一下 現在香港的天氣是怎樣 因為呢 Vegas也有一點點反覆 你也不是說 因為有一段時間非常之熱 然後呢 又會有幾天又冷 巴黎更加 我本身打算收拾二十幾度的衣服 現在變成收拾十度的衣服 那收拾了一件很大的大褲子 那件褲子呢 我在日本買的 我是寄過來的 唉 不如都開給大家看吧 既然都帶來了 唉 但我放了在房間 你介不介意 等我一陣 等我一陣 OK 那你知道呢 現在去不了日本 但是呢 我都會想去日本的那些網站 看看有沒有什麼呢 是網購的 唉 不好意思 消失了 對了 嗯 我會常常看著 自己喜歡的那幾個品牌 其實我通常會在一個 集團呢 叫 嗯 糟了 bacrew bacrew.com 那有幾個品牌 尤其是鞋 Lacaron 那我都會常常買 那我知道了自己買什麼尺寸 我就會 海外網購 那他 通常的網站都會跟回一個 World Shipping 那你就給錢 等等 給少少運費 那沒辦法了 但是現在Yen便宜 所以呢 也都可以做一下這些事的 就是網購日本的產品 現在的Yen是跌到趴在那裡 那 上次這麼低已經是0 15年了 但是接下來呢 那個跌勢也未必會停止 但是現在已經很便宜 六算幾 那好了 展示這件衣服給大家看 就不是趴來排的 日本海外網購 那因為我真的怕冷了 所以呢 我就戴上這件 真是絨衣 那它呢 是紫藍色的 是的 嗯 其實這些衣服呢 真的買多少件都不夠 其實我有一件很漂亮的 不過我放了在日本 那變成我 我拿不到 我回不到東京 那它 沒有肩膀的 對 顏色就很特別 唉 弄掉了一些東西 然後呢 那條腰帶呢 都很有趣的 這裡呢 穿進去的 雖然這樣 但是不知為什麼 它又可以打一個蝴蝶劫 之類的 那我都要再上個網站 那這個是冬天款 所以我買的時候 它是減價 但是呢 其實沒有我的尺寸 所以我買大了一個尺寸 但是我覺得這些衣服呢 是日本的大一個尺寸 都不是很大的 那我覺得這些衣服呢 其實overty少少 是無所謂的 那這隻顏色是特別的 是的 那你明白了 這些都是比較拱 整件衣服 看上去 領域都大的 是的 然後沒有肩膀 我覺得跌膀都 沒有肩膀 還有人好過跌膀 是的 那 固然是做了兩個袋子 是的 那看一下 我這次發覺這個旅程 需要不需要用到這件衣服 那今天的天氣呢 其實就是穿一件乾濕褲就OK 那我也戴了乾濕褲 幸好 那 是的 全條街都是乾濕褲 總之現在發覺 因為又下雨 是的 那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哈哈 有什麼產品可以增強免疫力 勾完底買買多點 會不會買手袋 是準備買手袋的了 哈哈 小心後面有先人獎 是的 是的 這樣也看到 哈哈 好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都很開心 有人說這條裙子 是顯瘦 和我本身的瘦是無關的 顯瘦是真的顯瘦的 是的 看得出cutting很漂亮 很想去旅行 其實我覺得你們現在都差不多可以去 不過呢 那些飛機呢 都是未復飛回很多 雖然說飛機是停了 但是很多航空公司都是覺得 我想他們覺得香港都是虧錢生意的 廢鬼自造 那 香港很潮濕啊 嘩 什麼叫濕到出水啊 哎呀 很潮濕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 就是 那個髮型是去巴黎的salon那裏做的 哈哈 很潮濕呢 就最容易引發一個很 很 很慘的問題 我覺得那些人就濕疹了 是的 之前都有人問我濕疹究竟應該 塗什麼或者敷什麼面膜 這樣 那 其實呢 主要 我們有兩款 很多人都會問究竟敷哪一款 那 很像樣的 這個是Snow Fox的Sake Mask 是的 那個清酒酵素 和益生菌益生源 那這個呢 就是最盆顧初開那個Rescue的急救面膜 那如果濕疹法呢 其實我們都問過Founder的 就是 如果你是要即時急救降溫 是的 止痕那一種的急救呢 那你就可以用了這個 北極微風測喉急救面膜先 因為呢它始終是涼涼的 就是可以幫助泛紅啊 敏感和一些很發緊熱的肌膚 那就立刻進行一個降溫和降紅的 和消炎 所以呢 就是用這個 來做 瞬間的舒緩的 就是舒服些 是的 這樣就涼涼涼的 但是呢 其實長期來講 如果你是敏感濕疹呢 就可以用這個Sake面膜 那就是可以長期 是改善你皮膚的自身免疫力的 因為呢 你保抑生菌抑生源 其實就是等於 加強你皮膚一個隱形的第一度屏障 你抑菌多呢 其實呢 濕疹當然成因有很多 但是有時候呢 都是跟那個菌類是有關 或者皮膚的免疫力 或者不是皮膚整個體內的免疫力是有關 但是在皮膚的層面呢 至少你可以減少到 就是為什麼濕疹硬是一春一秋發呢 就是環境的改變呢 環境的任何改變呢 都會影響了你的菌類的活動 其實 你由室外走入室內 或者洗澡走出來 其實都會有影響 那些微生物群呢 是不斷就著你的環境 和你自身的 你整個系統 是慢慢變化的 所以呢 在皮膚的層面呢 唯一可以做到呢 就是 就是敬茶那些益生菌的東西 是的 也可以敷益生菌 益生元面膜 還有那個清酒酵素呢 也是有幫助的 對皮膚的整體免疫力 那 這個就 就是 其實你看回 intensive hydration 因為你要濕疹皮膚 一定是要極度保濕 barrier support 就是你的皮膚的 呃 死了 barrier 怎麼說 死了 屏障屏障的support 那是主要for normal and dry skin的 因為其實濕疹呢 你可能發乾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嗯 有些人是會乾啊 裂啊 甚至是 就是 拗得出死皮的 就是很乾很乾 所以這個就會比較適合 那而rescue呢 他就會寫 instant hydration and cooling 就是他是很快速的保濕 但如果說保濕度 可能這個更高些 但這個就是即時 然後呢 還有cooling 其實我們這麼多snow fox mask 都只有rescue 有cooling 那for all skin type 陰害人呢 需要即時急救 曬傷啊 那些呢 都是適合用rescue的 是的 那 那 講完另外兩隻 面膜啦 其實總共有五隻 我有一隻沒有帶來 Hotstone沒有帶來 那再看看為什麼 其實櫻花呢 就是 他都寫得很清楚 櫻花是有日本的櫻花 是日本的成分來的 再加上白茶 都是來自日本的 那是一個smoothing的mark smoothing smoothing 那他這裡寫了 都是hydration 說真的 你膚吞面膜都是hydration 但是他說 glass skin 就是呢 用完之後呢 他會覺得是玻璃 我就會覺得好像 亂豆腐 軟豆腐 那樣 那個texture 是很漂亮 還有呢 唯一他呢 才可以最強的去黃 那 而herbal youth herbal youth 就是他都寫著的 Firming and Hydration 當然是有hydration 但是這個呢 我們中文叫他緊緊緊面膜 因為他敷完 真的會有即時收緊的效果 那你想想他是一個水的面膜 即是如果pom 那些 南米骨膠原 你當然會有即時收緊 但是這個是水的面膜 敷完之後 撕掉它 都會有收緊的感覺 不是收緊的感覺 有收緊的效果 那他這裡都寫了 就是for dry and mature skin 那可能你有些紋 你想再收緊一點 想一些紋 不要那麼明顯 那就會用herbal youth 那另外一隻 就是叫Hostone 就是暖暖的那隻 就是為修毛孔 和美白的 是的 那看看大家的問題先 我明天看看可不可以 其實我在巴黎呢 我都打算每晚都會同 就是開live 和大家聊一聊 但是我看看明天可不可以 如果不下雨的話呢 我真的找個街景 或者找一間cafe 坐下來呢 那 我見有些人呢 現在的youtube 有些什麼walking tour 那走巴黎 拍一下鐵塔 拍一個小時 很多人看的 就是當自己去旅行 那我又試一下 明天 如果不下雨的話 那 還有就是放免疫力 濕疹這些不知成因 到現在都不知成因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可以 或者皮膚敏感 轉天氣 不是說濕疹 都是吃一些蟲草 吃蟲草雪花定 增強體內的免疫力 我想都會對皮膚的免疫力 是一定有幫助的 是的 或者吃一下NMN 就是ultimate NMN 裡面有蟹組糖膠 這些成份 都會有幫助 那是 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請問Mask敷完之後 再需不需要用水洗臉 或者塗精華雨液 我都其實盡量不想洗掉它 但是你要明白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黏黏的感覺 那我通常之後就塗回 reclaim 一個當晚霜用的晚霜 就是Enica或者reclaim 這樣就睡覺了 那我就不當那個感覺 就是我不會覺得不舒服 也都不會搓它 那我會有它留在臉上 是的 今天在店裡買到諾卡因此疫事針 我跟大家說定 我現在只剩下1000盒 就很快會買完 因為每天是以光束賣 如果你們用過覺得好 就買定多一點 因為下批貨會比較遲才會有的 是的 我也有用 是的 帶來旅行真的很方便 因為那支東西很輕 而且那支東西只有3米 我就計算了 一天是用1米 我就計算了 例如我來7天 我就帶2支 帶3支 那會不會找Sony 當然會 我今晚已經約了去吃飯 我明天也是約了去吃飯 還有逛街 不過我們夾夾時間 看看可不可以說 cross over 一起開個live 是的 瘦身軟真的很有用 耶 我也有帶來了 我現在要極速瘦身 因為我4號拍照 當然是愈瘦愈好的 拍照這些東西 我覺得瘦身軟很有用 睡得很好 排到排得很好 還有每天晚上吃完它之後 每天起床都覺得 肚子在握緊了 瘦了 平了 扁了 如果是有這樣的感覺 就證明自己 那個人是慢慢瘦 一定是這樣 如果你起床那一刻 都覺得肚子有點脹 那天肯定不會減磅 經常生暗瘡有什麼推介 我們有我們的暗瘡精華 有一個暗瘡膏 也有暗瘡棒 也有很多 我家裡都會擺定 你有暗瘡 當然想它快點死 看看適合哪一種 暗瘡初發的時候 一定是塗暗瘡精華 暗瘡棒 到它都差不多好 或者晚上我們有個 布丹尼的暗瘡膏 你可以用它去睡覺 很快就寫了 但平時就要做好護理 譬如維他命B 這些有幫助 你不要出那麼多油 或者定期都要用果酸 去清一下毛孔 都會有幫助的 我們的海外免運費 就不是停了 不過有些區 真的完全沒有飛機去 可能是加拿大和澳洲 但其他區還是在運行著 都是買滿二千元的免運費 是的 Cynergy 接下來加價 so sad 我也是很被動 不過有這麼說 其實Cynergy 不知道六七年都沒有加價 還有之前我們有一次減了 因為那時澳子便宜了 接著我們減了 其實一般的護膚品牌 每兩年都要加一次 就是防止這些突然來的通脹 或者不可預視的東西 但是Cynergy就很好人 它覺得它的成本沒有上升 六年來都沒有加價 但今年有什麼可能不上升 你只是通脹和運費都救它 我都替它慘了 所以都沒有辦法了 那你當享受了這麼多年 就是比較便宜一點的精華 是的 你一兩天買完 Cynergy 瘦身軟有沒有說可以吃多久 長期服用 我打算長期服用的 每天兩顆 如果真的很瘦很瘦很瘦 那段時間 自己都覺得自己很瘦 我想我會吃一顆 但是現在都是兩顆 是的 我的體重其實很久都沒有回到98磅 現在可能99點多 但是如果我真的比較上鏡好看 上鏡最好看我要96以下 是的 那98都還可以的 其實現在就是漲了一點的 我覺得 不過算了 總之我回到香港 我會不停做Sculpture的 我們快要開了 4月20號大家可以WhatsApp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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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好像concierge那樣的服務 可以幫你預約一下餐廳 當然在香港我不用他幫忙 我自己打他快過去 以前我一去日本旅行 巴黎旅行那些 我就打個email給他 這天我要吃這間 那天我要吃那間 那天我要整頭 那天要去哪裏 麻煩你幫我預約他 就打個email 他會幫我預約 因為你知道日本和巴黎的GillyGuru 我哪會跟他說 這次我又打個email 然後打了之後就發了 他又打個email回來 Thank you for your email 我們就已經收到你的email 那這樣吧 哇 三天都沒有回覆的 為什麼 因為平時AE 其實AE這個服務是非常之好 因為man這個concierge的人 是醒目 是香港人來的 是醒目的人來的 絕對有做秘書 或者admin 或者助手的材料的人來的 這樣呢 接著 那三天都沒有拍 那我就打他 喂 搞錯了 你沒收到我的email 你沒收到我的email 你不回覆我 然後他們說 這個服務已經停了 他說電郵的服務已經停了 那你又做個auto reply給我 那 他說現在做什麼都要打電話來 喂 我說糟了 我整頭那裡 我難道那間 salon 我串字給你聽嗎 很煩的嘛 我email打得很整齊的 他就要我打電話給他 那些餐廳名字我又不懂讀 我打算找了姑姑 找了給他 只是叫他預約的 是的 那接著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現在聽著了 我呢 就星期二 四 六 這幾天 早上11點 要去這間 salon 跟他說 我呢 會洗頭去的了 不要浪費時間洗頭 我在巴黎的時間 就用來遊覽和買東西的 我會洗乾淨的頭過去 要一個男的師傅 因為上次有個女仔 跟我弄得不好 男的師傅 那我一坐下來 他跟我弄頭就可以了 那我說 那這個就是那間 salon的電話 聽著了 加33 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簡直是 你怕不怕得到啊 就是 你不讓我打email嘛 我一論最敢說 我看你怕不怕得到 那我真的怕得到的 那他重複一次給我聽 我說OK 那會先一天呢 他就幫我預約了 那他就會email回我 不是回我 他會email給我 我已經幫你預約了什麼什麼 那我心想 你又用email回 你又不讓我用email發給你 真是麻煩啊 唉 不過我想可能很多人 濫用這個服務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的email 打到199 都是end up 要那個concierge 打給他 問他是發生什麼事 但我打的email 當然是非常之有條理的 當然是 給了instruction 沒有東西是有懷疑的 對 是啊 哇 那很煩啊 下次要打去 因為有時候我是去旅行的時候 再叫他預約東西的嘛 那我難道 roaming這樣打回香港 或者又要用那個skype 唉呀 那麼煩 真是激死 是的 email有出沒有入 對我來說是有入沒有出 是很不方便的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們 哎呀 省到這樣 說真的 我在這裡買東西 譬如我今天 在Labor Markchet 買東西 一定是簽AE的啦 因為始終你會覺得有保障多些嘛 那這個服務 就是白金卡來講 其實這個服務 都是你給年費的 其中一大理由的嘛 還有現在都沒有什麼人去旅行啦 你開我的email啦 有沒有人去做AE的呢 這裡 我覺得很煩啊 我會留在Paris啦 我會 應該5號才離開 對啦 那我明白 現在當然要盡量剪輯 但是 其實你AE就是AE 就是你要做一張最prestigious的信用卡 你就是要有這些服務 那她說我不是沒有 我只是轉了電話而已 是 但是服務質素就會有些不同 體驗就會有些不同 是不是 那希望飛回之後 AE的東西就resume回 就是很麻煩啊 還有有時候 我可能預約了一個salon 或星期二、四、六 那最後可能有些改動 難道我又要打給她嗎 哎呀 因為你email有些trace 你知道我回了誰 是不是 你可以追回之前那些 那我打給她 那個人又不是跟著我的東西 等一下又不知道我說什麼 哎呀 那我又要brief她一次 喂 之前呢 你們又幫我預約了一張照片 但是呢 我今天就有空了 那你幫我cancel 了去 那我去想改 哎呀 想起都覺得煩 真的 哈哈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麼多 我明天都會買東西 所以每天都會有些開箱 那也都說一下一些 就是護膚或者化妝 小知識 好不好 那今天就先說了這個 這個轉季啊 又乾又濕又不知冬又熱那些急救 就是敷幾款的snowfox面膜 是的 那不同的款式就有不同的功用 但是主要呢 都是給皮膚轉季來說呢 都是用這個 清酒酵素撒can mask 就是因為它有益生菌益生緣的 是的 就是可以鞏固皮膚的天然屏障 和增加皮膚的免疫力 好啦 那明天再談 我現在都要出去再買些東西 哈哈 好啦 明天再見啦 拜拜